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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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今天趕快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課的重點是什麼 好 復習一下 這一課的重點是什麼 買東西的什麼什麼 Oakudasai 不過這應該 因為我們要做練習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不會練習到 我們在下週或下週再來練習 因為我們今天要先交代一下 那個劇情的用法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唸一下這個 來 Koreo Pudasai 請給我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 那在這之前 我們先來唸一下 我們的課本是八頁的單字 Yongju haji peji yai de Pudasai 你們現在對數字有沒有很有概念 我講Yongju haji peji 你有聽懂在講什麼嗎 我以後請你翻頁書都會用日文講 Yongju haji peji yai de Pudasai 我們說日文一開始全部都用日文來上課 你們覺得怎樣 會不會更容易進入狀況 其實你學到地場他會喜歡學日文 就是學語言會喜歡找那個什麼 那個內體對不對 他們當地的人 但是學生的地場可能不一定對不對 尤其就算他是內體文 你也希望他能夠講你的語言對不對 但如果你是去日本學的話 全部都只有日文 因為各國的人怎麼用 所以全部都日文直接教 但我們以前在高中 我介紹在高中教第二外 介紹日籍的同學跟學姐 同學中文很好 學姐中文不太好 被學生罵得要死 不會講中文就不要來教日文 這是什麼邏輯 對不對 但是我們盡量你學過的東西 我們盡量用日文好不好 來這課重點上次已經提過了 不要再重複了 我們先來看用酒還是配酒 是八頁第三課的單字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到第四個單字一起念 來 ココ ソ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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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コソ都不用再重複了 這邊是什麼指地點對不對 這裡 你那邊 你那裡 兩個之外的一個地點 那裡 等一下我們要利用這句型來做練習 來 第五到第八個 是表示方向的用法 こちら そちら そちら あちら どちら 我這邊 你那邊 還有兩個人之外的一個方向 那一邊 再來呢 哪邊 但是上次有跟同學說過 你看一下五到八的單字 他右邊是不是有告訴你 ココソコ ソコ ソコ 的禮貌型 有沒有看到 就是說這一組除了表示方向以外 當他要以禁餘的方式來表示的時候 地點 他可以取代上面一到四 那一組 這樣了解嗎 好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做這方面練習 接下來因為要再指地點長途 我們要了解到很多單字 以前念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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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文的教室 日本語の教室 日本語の教室 對不對 那如果上英文課的教室怎麼講 英語の教室 韓文呢 韓国語の教室 對不對 看你是上什麼啊 如果是心理學的教室 叫韓國語の教室 看什麼的教室 上什麼的 好 下面是餐廳 你要看 食堂 食堂 但這種餐廳不是 不是一般那種很高級那種西式的那種 西餐廳不是 我們學校這兩個 就算食堂 這樣知道嗎 那個餐飲系的那個 算食堂還是雷斯堂 有高級的 高級就變雷斯堂 跟食堂 那第一跟第二比起來 算雷斯堂 那雷斯堂 那雷斯堂 可以跟餐飲或心體 那個比嗎 又不太一樣對不對 好 但是也把他晉升到那個等級 好 那我學校有兩個食堂 一個叫什麼 第一一個叫第二是這樣 第一怎麼講 你看 第一 第一食堂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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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這裡可以問你們了嗎 第一食堂 第一食堂 哪裡 來回答我 第一食堂 哪裡 你們會回答的 第一食堂 我現在問第一食堂 第一食堂 哪裡 你們跟我一樣是 方向陰痴 叫做方向感不好的人 來 在哪裡 阿吉拉 來怎麼講 來念看阿吉拉 阿吉拉 阿吉拉 那你的手勢要比出來對不對 你不能立正站好 給人家說阿吉拉吧 那這樣沒有回答到 來阿吉拉 阿吉拉 阿吉拉 那另外一個呢 第二食堂 有的人跟不一樣 我是跟著你們比 因為我不知道 來 他只要講 來念看阿吉拉 阿吉拉 好來下一個 先念看阿吉拉 吉拉 吉拉 這辦公室 辦公室 下一個來 這是服務台 你去那個百貨公司對不對 或是去飯店有沒有 他們一進去 是不是都有一個服務台在那裡 讓你詢問啦 所以詢問處服務台接待的地方 都是叫做這個 好念看再一次 下一個是什麼 英文的外來語 lobby 大廳 休息室 大廳 我們這邊有大廳嗎 有lobby嗎 這一棟樓有lobby嗎 沒有 那個行政大樓有lobby嗎 有 所以這一棟沒有 這一棟主要在上課 沒有lobby 好 來下面 黑鴨 黑鴨 你的房間 黑鴨 黑鴨 來下一個 這個可以用未來語來表示 也可以用日文 來你看 to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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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日文的說法 o te a lai o te a lai 有沒有看過 玉手洗這三個字 有看過嗎 那個o用漢字寫 就是叫玉 跟我們的玉飯團的玉一樣 o ni gi ni 都在玉飯團 玉 但是在日文裡面 他們比較少把漢字寫出來 o te a lai 就是這個字 人家他的假名 i 對不對 在我們中文沒有假名 所以就只剩下 玉手洗 那個i就給他去掉 有沒有 所以你看到變玉手洗 但這個te a lai te a lai 它本來是一個動詞的篇語 叫te o a lai mas 洗手 那把它變成名詞型 然後就變這樣 所以這個叫洗手間 那他們也有化妝師的說法 所以那個對於廁所 說法還蠻多的 以前還有那個什麼毛廁有沒有 那種說法 還有那個benzo 我不知道這個是台語還是 已經變台語對不對 benzo 但日文他寫便所 便利的場所 便所 那個他發音叫benzo 好 不知道是因為這樣 然後用台語來發 便利的場所 不知道是不是 你們可以去查看 benzo 好 但是那個 清起來比較沒有文雅 所以到這邊用黑天啊來就好了 好 好 我們來聽看下面 這個是什麼樓梯喔 他和字寫結段 有沒有看到 你看開檔 開檔 好 下面是 elev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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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電梯 請問我們這棟樓有elevator嗎 elevator elevator 是哪一邊 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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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姬拉 是 我們現在怎麼回答 都是阿姬拉 對不對 因為都在外面嘛 不在我這邊 不在你那邊 對不對 好 下一個 escal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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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手扶梯 對不對 手扶梯 這兩個都是英文的外來語 好 下面這個什麼 国 加一個 o 接頭語 表示客氣 你可以看 お国 好 所以我們上禮拜 這邊有一個什麼 有沒有 上禮拜告訴同學 這裡啊 因為お国 是貴國 所以你要用什麼 貴國在哪裡 好 我要用どちら 這個表示哪裡 好 不要用どこ 好 我們來唸看來 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 好 下面是公司 好 來 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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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來問 他說我們的讀本文庫叫做 也 一樣寫家 為什麼這邊的家變成 無機 英文的家 是有兩種說法 一個叫什麼 home 一個呢 house 就是那個差別 也比較偏向house 無機偏向home 就這樣 但是他們現在常把那個無機兩個碰用 那如果你真的只是 就比較強調防止這件事外觀的結構 那是EA 比較會講EA 一般的話就無機了 那請問貴府在哪裡 你一樣可以加個O 我們來聽聽看Oじわ 因為是貴府了 所以どこ就變どちら 來再次Oじわ Oじ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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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府在哪裡 好 下面電話 電話 請問電話號碼怎麼講 電話 電話番号 上個禮拜才練習過啊 忘光了嗎 來下面來 鞋子 鞋子 這個是鞋子 請你把靴後面加個下面的下 他翻譯寫した 我來念個來 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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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請問穿在鞋子下面的是什麼 鞋子裡面的 東西 襪子 所以靴下變成襪子 好 鞋子是什麼 不是靴子喔 是鞋子 那靴子怎麼念 要念B O O T S 那個布子 外來語啦 因為日本以前也沒有布子這個東西啊 所以直接外來語 拿來用 好 下面 你們看來 neck袋 neck袋 這不用講的是什麼 領帶 對不對 好咧 Wine Wine 這什麼 葡萄酒 再來是香菸 暗字寫煙草 Tabako Tabako 暗字寫煙草 我記得這個要補充過了對不對 這個單字你都會了 下面 Ur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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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的賣場 如果是賣品 葡萄酒的賣場怎麼講 那一看來 Wine Uriba Wine Uriba Wine Uriba 如果是賣那個 Tabako的呢 Tabako Uriba Nektai Uriba Kuz Uriba 會不會 那你要分開講是Wine Uriba 葡萄酒的賣場也可以啦 OK 好 下面是什麼 地下 你看一腳 一腳 好幾樓 幾樓 我們這個要請同學 翻開到後面的 單字的練習 請翻開一百八十一頁 百八十一頁 百八十一頁 順便下 百八十一頁 順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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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百八十一頁的 左下角有沒有看到建築物的樓層 有沒有 開 我們一看來 一樓到十樓一起唸 一蓋 一蓋 我們配合地下一樓 那個地下通常會蓋到幾樓 五樓嗎 四樓 不知道喔 那個有學那個什麼建築的嗎 可以蓋到幾樓 好 我看過的是到四樓啦 不知道有沒有五樓 太生理不太好對不對 很恐怖喔 所以地下的那個大概是 球下酒比較多 停車場比較多 好 我們來一邊看來 一蓋 一蓋 好來 地上的二樓 一蓋 一蓋 海地下的二樓 一蓋 一蓋 三蓋 三蓋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要發生 蓋蓋蓋蓋的意思有沒有 他又發生音變了對不對 為了發音方便 好 你一看三蓋 那地下三樓 這下三蓋 一蓋 雍蓋 一蓋雍蓋 一蓋雍蓋 五蓋 一蓋雍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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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再下去就太危險了 所以等一下不要地下了 來 六蓋 六蓋 這觸音了喔 觸音注意一下 來 七蓋 七蓋 八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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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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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樓你要發十或是幾都可以自己發 這兩個音都要聽得懂 十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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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十蓋 socioe моя Gold 一蓋 十蓋 十蓋 五蓋 六蓋 五蓋 十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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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ör 十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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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蓋 幾樓 還是應該 還是這裡嘛 對不對 今天的一二三四堂 這邊都是日語教室 下午我就不知道了 好 いいですか 何階ですか 好 來 請翻回來 用九 九配置 戻りましょう 回到四十九 配置 好 N 32 是 N 多少日幣 上個禮拜我們練習過了 等一下我們用三四 三五 三六 來練習看看 一百元念一看 百元 千元 一萬元 好 這樣會不會 一千萬呢 千萬元 一億日幣呢 一億還記得嗎 一億億 對不對 我們的威力財現在累積到幾億了 昨天看好像十一億點 不知道多少億 十一億怎麼講 十一億億 不過我們是給對不對 相當於日幣多 現在一塊台幣好像已經三點四多日幣了 很不錯 距離我回國那一年 已經快接近了 我那時候是三點六 後來咻 跌到二點七 二點六有沒有 差快一塊錢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概念 沒概念 你去換日幣去日本玩 你看回來就知道 所以現在因為日幣大點值 所以大家現在很喜歡去日本玩 好 但是喔 我昨天看那個網路在賣東西說 因為日幣大扁 所以回饋消費者價價 那我看一下還是很貴 跟日本 在日本買比起來 因為在台灣買的日本東西實在太貴了 那個價錢分本倍 不過有一些他賣的真的便宜 我昨天在超市 那是在全年買到水菜 那是在日本吃火鍋的時候常用 他細細長長的 那個葉子是有點巨子狀的 瘦瘦的這樣 很不錯喔 我家裡冰箱還有 我去拍個照相 下次再給你看一下 等下查一下也有 那個很好吃 但是很便宜 才賣二十七塊一包 因為日幣在日本買 大概也是九十七九八塊日幣 而且貴一點的時候也有 一百多一點的幣 所以除下來應該也OK 所以我在合理的懷疑 也不用懷疑 合理的推測 他應該在台灣種的 像那個姑姑 好姑道啊 也是在台灣種的 他現在屏東市有一個工廠 有沒有 不知道 子品系就是上個學期 人家有來這邊演講嗎 那時候不是每個人來一包嗎 吃筆系這邊沒有嗎 因為上學期那個 你們學長給我一包 好姑道的姑 那個我在日本常來 有一天 忽然在超市看到好懷念 各種姑對不對 好 一二十塊來 我們回到課本來 一起來看一下 一三三個單字 我們已經念過了 你們已經背起來了沒 多少錢怎麼問 要唸幾啦 不要唸幾啦 不要唸幾啦 幾啦是什麼 鮭魚肉啊 你還記得嗎 我們唸幾啦 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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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個月請同學 幫你周邊的東西準備來 我下去問你 幾啦 幾啦 請你告訴我多少錢 好 要唸幾啦三個就是 TATA就是免費 TATA 好 下次再練習 我們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練習 下次再說 來 我們看下面台灣一起念來 すいません すいません 好 不好意思請問 這是要讓對方 知道你要跟他講話 一個發語詞的用法 すいません 好 下面這個第二個來念看 でございます 當你要講得很客氣的話 ではです的客氣 敬語就是でございます 來 您要的東西在這裡 請問我要怎麼講 您要的東西在這裡 你加 不要怎麼講 我要でございます 你有沒有聽到我說的 您要的東西有沒有 所以呢 在這裡怎麼講 首先 你等一下です會變でございます 那這裡你要用哪一個 こちらでございます こちらでございます 這樣會不會 你等一下來 こちらでございます こちらでございます 因為でございます 已經變那麼客氣了 這裡 你就要用很客氣的那一個 こちら 就不會用ここ對不對 因為こちら 這邊取代了ここ來 客氣的用法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見せてください 見せてください 還記得我們上一課 上一個禮拜有沒有 請告訴我電話號碼 是不是我們有交過 てください 這個句型 還記得嗎 有沒有 要記得齁 這個呀 有沒有看到 てください 教えてください 還記得嗎 てください 有跟你說了 這是什麼 請做一個動作 那這邊是教的動作 我們課本這個 見せてください 見せます 這個動詞 是請給我看 給我看 然後請做給我看的動作變成什麼 請讓我看對不對 請讓我看一下什麼東西 來 請給我看一下 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怎麼說 這包包現在假裝是在那個櫃子裡 或是哪裡 來 請給我看這包包怎麼說 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 因為我要把包包講出來 所以你可以要用 這個包包這一組對不對 好 來 怎麼講 請給我看這個包包怎麼講 この包包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好 改成這條領帶給我看一下 這個包包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那給我看一下這雙鞋呢 這個套餐 這個包包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這個包包製我們 covers 這個包包製我們 這個包包製我們 這個包emaker 如果在兩個字外在那邊那一個 可是也是貴他管 是會變什麼 あのカバン 大家會不會 就這樣就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 じゃ 就等於では 那麽的意思 這個要看情景再說 來第五個字怎麼おください 請給我 你會發現てください跟ください 兩個都有ください對不對 てください我們在日文的文法裡面叫做 補助動詞 補助前面那個動詞 所使用的 所以呢てください便請 有沒有做某個動作 但是第五個這個動詞呢 是ください要當他自己的動詞 就是請的意思 請給我 好 我們來看一下請給我什麼 來請給我這個包包怎麼吃 このカバンをください 剛剛你請他給你看 このカバン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看完以後你覺得很不錯 你要買一遍什麼 このカバンをください 請給我 我要了 那請給我這雙鞋呢 この靴をください 請給我這條領帶 この目大をください 這樣會不會 各位 那我這邊給你們造什麼句子 請給我愛啊 有沒有 欸 跑去哪裡了 喔 在這裡 來請給我 這什麼飯 你看 おもろいす是什麼 おもろいす是什麼 蛋包飯 おもろいす おもろいす 有沒有 我們上次講過什麼 おもろいす 但沒有講到蛋包飯 我們來給我 這你要點餐的時候 我要蛋包飯 來 你來看 おもろいすを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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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請給我愛 這是一首歌 還是一個電影的名稱 好 來 愛をください 你們要愛還是要お金 マニ お金をください お金をください 你們算是務實的嗎 靈性跟感性哪一個 那個 比較喜歡お金 比較不用愛 知道 這樣很寂しい 會很寂寞 你說有お金 就好了 好 下面我們來念看 シノーサ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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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新大阪 那個 因為日本 那個原來的鐵道 原來鐵路 不是新幹線 所以在一般的大城市 像オーサカ 是一個很老舊的 就是比較有歷史的城市 那這裡呢 他就叫オーサカ 那為了新幹線 蓋新幹線 他是會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再弄那個鮮路 那久了以後 那新幹線周遭 那個地方 就又活絡起來 那他們就會把那個地方 多一個心 那個地方 所以シノーサカ 大部分是這樣子來的 就是沿著新幹線出現了 那台灣的高鐵 其實時間還不夠 還沒有那麼久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高鐵 大部分是蓋在比較 人口比較沒那麼密集的地方對不對 比較偏遠 但是有少數比較那個 比較好一點 像那個板橋 板橋三鐵公共 那邊就OK 台北車站也是啊 那個新竹 新竹他是比較遠 但是新竹最近 他那高鐵停的地方 現在有發展起來 慢慢的久了以後他會形成 但是我不知道 你們可以來看看 有一些地方到現在 已經快十年了吧 我們高鐵 多少年了 沒印象 再去看看好了 有一些地方 還是這麼的空曠 還沒有發展起來 看看會不會發展 那這本多新幹線 那個地點 都已經發展起來了 因為他們的歷史比較久 新幹線比較久 那那個地方 就會變成什麼 新 這個字跑出來 我們先看來 シノーサカ シノーサカ 那他們這個新幹線 基本上會跟一般的電車 鐵路會有連接 所以你就到這邊 可以再去換車 他們那個連接太好了 有的甚至不同公司的 都可以互相連 地鐵跟JR是不同公司 他們也可以互相連 你可以在這邊 然後他就告訴你 哪一站可以連哪裡 你要去哪邊的話 在哪裡換車 都講得這樣清楚 所以我覺得我在日本玩 我比較會規劃 在台灣我就不會 台灣我不太會玩 在日本就很好 很方便 而且那個車的時間 也很好查對不對 你知道兩戶請我 那個兩戶Japan 那個路線 把你的起點跟終點打一打 你是要用搭什麼 要用空路 就是飛機的還是什麼 海路還是什麼 一般的陸地的什麼 那還可以幫你從 價錢的順序幫你排 或是什麼 時間的順序 打一打 你就大概 你要遵守那個時間 去做到就OK了 那多少錢都幫你算好了 非常方便 好 來 回來 第七個七個 伊大利亞 那如果是義大利的鞋子怎麼說 伊大利亞の靴子 好下面スイス 水石 水石什麼油蜜 怎麼說 你們跟我想的比較像 有人說的巧克力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一個以前一個同事 他去瑞士留學過 他跟我說在瑞士喝咖啡都會配巧克力 然後說瑞士的巧克力很有名 剛剛那一班他們回答的比較誤實 他們回答是什麼 瑞士刀 也很有名啦 對不對 還 巧克力 來我們來唸看 來瑞士的巧克力怎麼唸 水石的巧克力 或是巧克力就可以了 好 最後面那個虛構的不要唸了 好 我們回來這裡 這一課重點 上次我們已經把那個 電話號碼給你們聽過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要再電話號碼了 我們回到這裡來 把這個練習一下下 那首先要請你把你的漫畫 A0拿出來 剛剛有放一下下給同學聽了 來請你配著你的漫畫 然後看一下這個的場景 等會兒練習一下 來OK了嗎 你們的那個漫畫上面 應該假名都有錄上去了吧 對不對 回去有沒有自己去看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吃 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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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有鉛筆嗎 鉛筆 在這裡的入口から二番目的棚 有鉛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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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有鉛筆嗎 有鉛筆嗎 189元 有鉛筆嗎 有鉛筆嗎 那是鉛筆嗎 有鉛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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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句一句來看一下 再跟着念一下 来,你看他自言自语,他在干嘛? 找,他就有讲这句,我们来看,什么意思? 没有哦,你们日文很厉害 没有啊,就知道没有 好,那个ない叫做否定住动词,对不对? 好,我们第一课其实有看过,叫做什么? じゃないです,じゃありません,有没有 我们那个否定叫じゃありません 那那所以我跟同学补充 ありません的意思是什么?ないです,有没有 那个ない,他自己的那个意思 然后那否定的住动词 在这边是那个ありません的意思 就是没有的意思 但是他这是自言自语,不用客气 所以ない就好了,没有です 好,ない、な 那那な、自给开 没有呢 好,好,来下一句 すみません 鉛筆ありますか? 何一个呢?すみません 鉛筆ありますか? 來 翻譯 鉛筆 這不是第二課的單字嗎 誰還沒背到的 M字 所以漢字你自己會寫吧 就鉛筆 好 來 有鉛筆嗎 あります あります 這個是一個動詞叫有 這你們正式要學到它的話 是在日文二 第十課 才會出現 あります有 剛剛那個耐 如果講客氣一點 用あります這個字的話 就是ありません 我們等一下第四課的動詞 就會出現這樣否定的用法 沒有 所以ないです 就等於ありません 對不對 沒有 好 不好意思 すいません 不好意思請問的意思 一個發語詞而已 有鉛筆嗎 好 來 下一句 我跟著念念看 鉛筆 鉛筆 あちらの移口から二番目の棚 になります 來 鉛筆 鉛筆 好 來 我們來念看 あちらの あちらの 入口から 二番目の棚になります ね 二番目の棚になります 好 首先請同學先把になります 倒數了這幾個字 になります 畫一下線 寫一個です 等於です になります 這是動詞的表現方式 我們如果用名詞講的話 就用です 把它結尾就好了 です ね ね 好 來 這樣看懂了嗎 あちら是什麼 剛剛說的 那邊啊 然後呢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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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ラフェ 我們第一課學過的 わたしは台北からきました えきてま 我來自台北 有沒有 嘉義からきました 來自嘉義 所以那個カラ什麼 起點的用法嘛 那它是時間空間的起點 都可以用カラ 我們等一下的第四課 就會用到時間的起點 那這邊是空間有沒有 所以這怎麼翻譯呢 從那邊的什麼入口 算起來 にまめ 第二個 什麼 たな 那請你寫下帳篷的篷 不是 抱歉 剛剛那一般說錯了 篷是什麼 篷架的篷 一個木頭的木 左邊 那邊寫篷有的篷 對不對 太糟糕了 很糟糕 現在你再趕快就這樣講 剛剛竟然沒有人糾正我 現在我不能想到 篷架的篷 會不會 木頭在一個篷有的篷 篷 叫做たな 他漢字寫的那個篷 那什麼 那變價值的意思 對不對 從入口那邊 什麼 算進來什麼 第二個 第二個什麼 價值上面 來 我們的念一詞 來あちらの入口から あちらの入口から 二番目のたなに 二番目のたなに なりますね になります 本來是一個演變結果 但是他們在那個服務業 那個技術的用法 他們喜歡用這個 來把篷地的です 取代掉 所以在那邊 那如果你要翻成稱為 那個怪怪的 對不對 好就那邊 那我們把他改名詞去 再念一次 來あちらの入口から 二番目のたなですね 二番目のたなに 這樣看懂嗎 好就這個意思 從那邊算起來 第二個 價值上 好來下一個 すみません はい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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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回音他這樣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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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就是回音 下面呢 你一直在我 嗨 偏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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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笔在哪里 然后你看一下 どこですか 你等一下看一下他怎么回答 こちらですね 你有没有发现他用 どこですか 结果他会怎么回答 こちらですね 你会看得出来他的回答是怎样 有感受到他的什么 敬意吗 没有 你们只在乎在哪里 こちらですね 有没有客气啊 店员是服务业 对客人比较客气的说法 客人没有那么客气没关系 但店员要客气一点 こちら他就不用讲口口 对吗 来再一次 こちらですね 下一个 有没有客气的说法 是谁 这什么 ここ不是 是谁 你要客气 都给他 189元 4元 9 4元 189円 您的189有問題嗎 189円 2になります 我們改名詞句來念字 189円 189円 結算的結果是這樣 所以2になります 一樣です 名詞句です 下一個 要從這個開始 這樣沒有驚嚇指數 要有5的感覺 再一次 很好 加分 R完要繼續 後面不能嚇完人就不講話了 後面 然後再唸出來 啊 あの ノートはどこですか ノートはどこですか 啊 忽然想不到 沒什麼意思 那個筆記本在哪裡 啊 ノート還記得嗎 你記得 啊 ノートは鉛筆の下です 被嚇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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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在問ノート 啊 啊 啊 ノートは 喂 你們怎麼不念了 好 來 我看你們喜歡跟他念 再給兩件事 どこですか 啊 啊 好開心的店員們 好 來 ノートは鉛筆の下です ノートは鉛筆の下です 下 剛剛我說的削下 就是靴下 就這個字 下 下面 有沒有 那一次來 ノートは鉛筆の下です 鉛筆の下です 好 這你們自己翻譯 來 鉛筆的下面 第17週我考這個金人翻譯 可以翻譯得出來嗎 啊 我來給你翻譯 寫一個 啊 然後還有一個 啊 金人翻譯 然後你這樣尷尬 呵呵呵 這樣嗎 好 最後問題 就是這個給你們當參考 因為有漫畫看起來比較怎樣 有辦法聯想 來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那一章 我們把單字介紹一下 我們把單字介紹一下 言葉不要瘦在哪裡啊 就是這個 你看 新增單字我剛還在用 現在忘記了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愧著 阿朵不見了 剛剛 剛剛 剛剛的 你們自己會進來看嗎 這就是你們這一張啊 這樣知道嗎 喔 這裡都有喔 他的言葉去哪裡 然後你的script 如果剛剛那個 你要自己用 這上次介紹過對不對 好 他不見了 他不見了 只好自己唸啊 然後唸看這個 Kombini 你們這一張上面不是有嗎 有Kombini這個字對不對 這什麼 Kombini是什麼 剛剛你在哪個店裡面 對啊便利商店喔 裡面 為什麼我們搬這麼難找到他的 在這裡按進來啊 好來 我們要來看一下便利商店 這裡 先按 要試著 你們的是什麼 黑白 因為我們沒辦法印彩色給你 所以黑白 如果想要看彩色自己來這裡看 好來 第一個我們跟著念念看來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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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第二個字 Kob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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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英文 對英文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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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它是什麼嗎 報紙 對 不要記成新聞 來 這個是英文 但是記得它的發音 要這樣發 ATM 有沒有 日文的發音特色是什麼 以母一結尾有沒有 M 好 唸好再一次 ATM 他如果N呢 N 有沒有 M N 對不對 知道嗎 好 下一個 電子レン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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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常去Combini 請電源幫你用 叮一下的 要用電子レンジ 才可以叮 有沒有 那個叫進 進して 請你幫我進一下 這什麼 這幾下 叮 對啊 微波爐 再一次來電子レンジ 電子レンジ 下一個 電子レンジ 電子レンジ 有沒有看到register 這什麼 收音機啊 你看 日文的外來語多方便 只要レッジ就好了 有沒有 Combini就好了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很好唸 好 下面這個 這個喔 因為他的東西在 比較遙遠的那邊 看不到 裡面電 DES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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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bini 在這邊 這什麼 對啦 點心喔 甜點 DESART 有沒有看到 DESART 牛奶 他也可以發外來語叫Milk Milk Milk 再來 Bet bottle T-E-T Battle B-O-T-T-L-E 那個什麼 寶特品啊 再一次 Bet bottle 好 下一個字 O-Ni-G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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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英文很有趣對不對 叫做Rice Bowl 有沒有 飯的球 然後叫飯糰 好 O-Ni-Giri 就是我們的御飯糰對不對 好 再來是三明治喔 SANDO-I-C-I SANDO-I-C-I 醋音喔 SANDO-I-C-I SANDO-I-C-I 好 再來便當 O-B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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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水文有寫玉便當嗎 那個O啊 玉 好 再來 Ice Cream Ice Cream 在這裡喔 Ice Cream Ice Cream 這什麼 Bent 比起 Are WE 阿蘿講成Soft Cream 雙其 Soft Cream Soft Cream Soft 放了香精跟什么不必要的什么粉 我们在拿来的 所以不要太香醇知道吗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 什么视觉跟嗅觉还有味觉 知道吗 不要看起来要那个颜色才可以 这两天很讶酷的是什么 那个蛤蜊跟蜡竟然用双氧水去泡 昨天又看到另外一个是什么 乌拉蜜 乌拉蜜知道吗 双氧水 而且双氧水虽然会挥发 但是要150度才会不见 一般我大概不会到150度 所以还没挥发就已经吃下去了 所以那个蛤蜊我不能无法了解 为什么蛤蜊要白白的才好 那个还没有吃都已经死了 那个双氧水泡下去就已经 冒泡泡泡死掉了 搞不清楚 来 最后两个字 卡夫妮 卡夫妮 所以我不要追求白色的蛤蜊知道吗 好 大家问的店应该是还是好的啦 欧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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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你们喜欢吃的喔 但是如果你给他认真看 看一看就会怎样 我现在的心境是我不敢吃啦 还好以前年轻的时候 虽然吃的还蛮多的喔 但是那时候不知道要看 看他的内容物啊 有什么东西给你吃蓬松剂 给你吃几号色素有没有 一堆有的 好 欧卡氏 好 这个给你们当参考 那如果我问你 这边是入口 我问你 コピッキはどこですか 你要怎么回答我 コピッキ 什么 入口から右です 这样可以 从这边进来 有没有 右边 不过如果你在店里面讲的话 那就是左了 对不对 所以要看你讲的位置 去做那个说明 那这边重点就是要问场所嘛 所以你要清楚的说明就可以了 那这种说明都有非常多的喔 那这里的练习 同学可以到这边来看 这边有进阶的喔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同学看 所以你自己在这里看好不好 那要翻译的话 他是不是也有翻译 对不对 有没有 中文喔 如果你看得懂 别过语也可以用 好 先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赶快回来